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星期四 两天前的25号是周深出道九周年的日子 为了庆祝这一天 周深正式入住了北京杜沙夫人拉香馆 这一消息还得到了中国日报网的关注 并且撰写了一篇名为 周深拉香入住北京杜沙夫人拉香馆的专文 杜沙夫人拉香馆的总经理 对于淡田的活动感到喜悦和感动 因为当时很多游客都排几场队等候入馆 该经理甚至还用了一个词盛况空前 可见当天的热度有多高了 纪念馆还为周深制住了一个卡通版拉香的纪念碑 上面有数字9 代表了周深出道九周年 也代表未来有很多个9年 而周深也为拉香馆松散了自己亲手画的 与纪念碑一致的9周年卡通版拉香 中国日报网认为这是一场北京杜沙夫人拉香馆 与周深的9周年梦幻联动 另外在当天的采访中 周深提到了自己当下的音乐计划 就是发行二专 而且当提到二专进度的时候 周深联用了好几个在路了 当在更深讨论二专风格的时候 周深在另外一档节目中提到 二专将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周深 这里的不一样 更多的是音乐气质上的不一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腾讯音乐榜的歌手说 今晚6点将会透露更多周深采访的内容 最后油管的中国泽江卫视官方频道 还制作了一期视频 标题是周深出道九周年 永远自由快乐的歌者 感兴趣的小伙伴 尤其是海外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关于周深的二专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证心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